小胡子 我打算花20万左右买车 想在别克军越和本田雅阁燃油版之间选一个 很纠结 拿不用主意 小胡子 给我个建议 哪个质量好 更好用 并且日后那个省心 那我想问老铁们 20万左右 你会选择别克军越呢 还是说本田雅阁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选择哪个啊 并且没有开过的或者买过的 对这两台车有什么建议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帮助帮助他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谢谢 严格的说呢 别克军越和本田雅阁呢 虽然都是中型车 但是别克军越呢 已经是必加级的车了啊 完全从尺寸上 要比这个雅阁要大一圈 那评判两台车的好与坏 就是对这两台车的三大件 发动机变速箱底盘 还有的驾驶感受 对一个评判 那么别的呢 其实都不重要啊 当你车开了几年之后 你会发现 没有什么比三大件 更靠谱啊 更实在了 别的都是虚伪的 别克军越售价是18万到24万 但是优惠完之后 这时候还是非常靠谱的 那么20万左右呢 我建议你入手这个 652豪华型 和这个艾维亚 先响型 这两款是非常合适 非常性价比之高的 最低配那个 有一个1.5T 这个沃伦之亚版本 那一款呢 我是不建议你购买的 动力太弱了 那么选就选这个2.0T 直播沃伦之亚这款啊 扭矩是350 马列是237 匹配了一个自家生产的 9AT变速箱 还是非常靠谱的 这款变速箱 轴距达到了2905毫米 看到了吧 一个并加机车 这个轴距都很长 并且是前迈复性 独立胸挂 后面是多连杆 独立胸挂 并且呢 下控制币啊 用上了这个铝合金材质 还是非常厚道的 那么再说一下 这个本田雅阁燃油版 售价是17万到21万 混动版本的 混动油电混合版本的是 19万到15万 那你既然选择燃油版 咱就比较这个燃油版 搭载的是一个 1.5T的直蓬沃伦之亚放动机 是个高功率的啊 匹配的是一个CVT变速箱 扭矩达到了 260马列是194 确实是一台高功率的1.5T 但是你拉动一个B级车 前面的加速是可以的 因为你有过轮增压 进入之后有这个爆发点 但是你后期的加速 绝对是不行的 轴距是2830毫米的轴距 是一个符合一个 重型SUV的尺寸 比这个GY呢 短了将近100毫米的一个轴距 那么前迈复性独立胸挂 后面是多连杆独立胸挂 下百臂呢 也是用上了铝合金材质 也是非常不错的 做完了发动机变速箱三大件 那么我们对比呢 还是这个明显啊 别克军越有明显的这个优势 仪式人家是一个2.0T高功率的 你是个1.5T的 这个动力上马列上有很大的区别 你是CVT变速箱 而军越是9T变速箱 这个不用我说 大家都知道9T要完全好于这个CVT变速箱 这个CVT变速箱呢 开起来很佛系 并且冬天呢 有能保护 它不升党 优点呢 是非常平顺 但是平顺的就是说 非常佛系 而这个九尾提变速箱开起来呢 更有加死乐趣 更有这种 升党的时候啊 加速更有点 更这个更好一些 但是这个缺点呢 就是说 如果你调教不好呢 它会有一些顿戳感 这个顿戳感 是来自于 一档二档 低档位的时候 起来之后就好了 但是如果说调教好了 几乎也是感觉不到的 非常好 那么我们就说一下 这两台车的驾驶感受看有多大区别 先说一下别克军越 它这台车呢 油门踏板调教的非常灵敏 以至于你稍微点一点油门踏板 动力就非常灵敏的往处走 而且 有人感觉有点 就是有点 太猛的意思啊 太猛了调教的前段 并且呢 这台车呢 稍微一给油门踏板 动力就非常澎湃 但是这款变速箱 在低速行驶的时候 有稍微有一点点轻微的闯动 啊 这就是调教的问题了 但是很轻微啊 不大 即使是奔驰啊 他这个九尾提变速箱 他低速行驶的时候 也会有闯动 也会多少有点顿错 这点呢 没事啊 都是在能接触范围之内 一旦速度起来之后 这种顿错闯动感呢 就完全消失了 而且别克军越呢 底盘的扎湿感是特别好的 非常沉稳 而且是高速表现啊 非常好 隔音做的也是非常棒的 速度起来之后 隔音做的也非常不错 车内非常安静 尤其是他的底盘 非常有那种高级感 包括他这个内似的用料 做工都非常不错 那么本田雅阁呢 起步加速是非常快的 呃 开的呢 比较有操控感 而由于前半段的 有1.5T沃伦之亚 有这个高功率发动机 有这个沃伦之亚 这个加持呢 可以说加速方面 前半段是非常好的 但是速度起来之后 后半段加速就没有力了 显得非常无力了 这点呢 军越方面的后期加速 想要还能给你 非常聪明的动力 啊 这点是你雅阁比不了的 并且隔音方面 一塌糊涂这个雅阁 而且这个底盘的扎实感 也非常非常不好 跟这个别克军越比 根本就比不了 太差劲了 而且跑高速呢 速度起来还得发飘 没有这个军越那么扎实 这点是最大的区别 所以说这两台车啊 如果买就买军越 即使你这个不买军越 也不能选雅阁 你选雅阁 唯一就是操控好一点 前半段加速好一点 符合于年轻人去买 这个雅阁某种意义来讲 还没有凯美瑞好 我跟你说 如果谈到这两台车的 耐久度方面 变速箱呢 别克军越的这个 耐久度变速箱 也是非常不错的 发动机来讲 两台车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说这两台车 我的倾向还是说军越 那么有没有开过 这两台车的小伙伴 或者是有买过 这两款车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 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 主发评论点赞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